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在与中国病毒作斗争时,国际报道和证人透露了东都决散维吾尔人的强暴劳动,几乎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新信息都反映了强迫劳动的规模。 据一名因在中国遭受破坏而逃离东都决散的年轻哈萨克人埃希尔·埃尔金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东都决散的被迫沦为奴隶的工人获得月薪50美元,并被迫签署年度合同,拒绝强迫劳动的工人面临入狱威胁。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离开白宫前夕,宣布中国在东都决散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同时在《华盛顿邮报》的上一篇文章中宣布讨论维吾尔大屠杀的细节。 在1月19日下午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蓬佩奥批评中国共产党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压迫维吾尔人,但他指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无视这一问题,他说中国走得太远,因为我们保持沉默,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 他在文章中还详细解释了美国政府为什么将维吾尔人当前的政治镇压描述为种族秘诀。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在东都决散发生的一切都是可恨的,对于美国宣布中国在东都决散犯下种族灭绝罪,英国首相约翰逊说种族灭绝罪由司法机构裁定。 当被问及他是否赞成这一决定时,约翰宣说种族灭绝的归因是死法问题,但是我认为东都决散发生了什么,维吾尔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可恨。 英国议会下院19日下午就一项有关国际贸易协定的法律草案进行表决,其中一条被称为种族灭绝条款的内容引发了巨大争议。 该条款引述英国高等法院判定某国是否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权利,并要求政府不得与该国签订或退出与该国达成的贸易协定。 特朗普政府离任后,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宣布,制裁包括蓬佩奥在内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28官员。 而蓬佩奥在离任前夕发表声明,指控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手术民族犯有种族灭绝罪行。 中国外交部指他们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也破坏中美关系。 受到中国制裁的28名美国官员家属也被禁止入境中国和香港、欧盟。 关联企业机构也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前夕发表声明,指控中国政府对东都决散维吾尔和其他手术民族进行种族灭绝。 乔拜当星期三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6人总统,任期继满的唐纳达特朗普没有出席就职典礼, 而将副总统移交给卡玛拉哈里斯的麦克彭斯则出席了仪式。 现任总统在美国历史上152年来首次没有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典礼在中国病毒和严格安全措施下举行。 拜登一开始执行任务便开始抹掉特朗普的踪迹,拜登签署了17项法令以取消特朗普的政策。 另一方面,在新参议员宣誓就职后,美国民主党人获得了参议员的多数席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